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嚣张的黑人选手 在战成中国选手后 将当众跳起了舞蹈 嘚子挑衅 在赛后接受采访时 更是当众大讽厨词 羞辱中国选手都是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 无论来多少个 他都会杀一个干干净净 片甲不留 在比赛前一天的发布文性场 还当众跳起了舞蹈 挑衅中国选手 结果怎么也没有想到 第二天才被打断第三条腿 当场断绝孙 还被一拳打碎了下巴 烫尸擂台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大型纪录片 萧正的美国佬 是如何被中国勇士无情暴打的 很明显这场比赛是一场重磅级别的对决 重磅级别的中美对战是很少见的了 因为我们中国的大级别选手 我们有一说一啊 的确是不多啊 很少 最出名的那肯定是张志磊了 当然还有其他的选手像张明阳张兆新 但今天这名选手他也姓张 张万里 好 我们再注意看张万里的对手 哇 这是人类吗 这简直就像是西游记里边 偷了唐僧袈裟的这个黑熊精啊 没错 他便是来自美国的重磅级选手 黑熊 克里斯 贝尼特 对方390多斤 将近400斤 我们别看他很肥啊 长得很胖 但他的速度可不慢 而且他还是一个空手到黑带 以及跆拳到黑带 这是一场综合格斗比赛 可以打战力 也可以打摔跤柔术 但重磅级的比赛一般来讲啊 都是偏战力多一点 地面的技术不多 看对方的背影 他的这个肚子 浑身的每一块肉啊 每一块脂肪都在颤抖 在这场比赛之前 克里斯 贝尼特 在战胜中国选手之后啊 他是当中跳起了舞蹈 来挑衅 来羞辱我们 身材称我们中国选手 都太弱小了啊 都是小蝼蚁 东亚病夫 所以说今天 张万里啊 杀到了他的面前 两个人都不着急 都很稳 因为这是重磅级的比赛啊 那胜负秋彩一瞬之间 他不可能像小级别 有很多的技术 很多的拼杀 很多的对招 重磅级别基本上 比赛就是一瞬间的事 所以说呢 都不敢轻易出手 好 后手 打得很蠢 但距离上差了一点 你看对方啊 进退自如 别看胖 但很灵活 这个克里斯 贝尼特 他出身还不凡 他的父亲是一个 美国的空军飞行员 他的母亲 还是一个大学里的博士 好 双方的禅暴 应该是要进入到内围了 好 龙斌对局 哇 这下要小心了 对方的体重是远远要大于我们的 今天啊 多亏是我戴了眼镜 如果不戴眼镜 我看对方的背影啊 还真以为是一个大黑猪 站了起来 这种体型在我们中国很少见 一般在屠宰场 你能看到 日常生活当中很少能见到 但这在美国的话是很正常了 因为美国人吃的东西啊 都是高热量 什么汉堡啦 炸鸡 薯条啦 所以说美国人都很肥 这种体型也是很正常的 好 重新回到站立 如果我们仔细看两个人的防守 做的都很一般 双手放的都很低 都放弃了头部的防守 来换取更好的进攻视野 看来今天都是抱着 要K到对手的心态来的 哦 张万里拳法打得不错啊 这个拳法水准还是很高的 还是要加快一下速度 因为现在的局面还没有打开 双方现在还是很僵持的一个阶段 都没有太明显的一个优势 现在是水平啊 不相上下 好 又进内围了 互换顶膝 但是和对方 和对方换膝的话不合适啊 对方的肚子你看 都是肥肉 根本顶不动 还在顶 还在尝试 好 龙边对局 哦 但是张万里拿到压制位 这能压住对手吗 实际上今天张万里打了一个慢节奏的战术啊 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因为对方的体型要更壮更肥 他的消耗也更多 所以说打持久作战的话 对我们来讲有好处 好连续的顶膝 但我觉得不要顶了 对方肚皮这么厚 感觉没什么杀伤力啊 哎 什么情况 哇 这一下应该是顶到了 对方的第三条腿 现在可谓是鸡飞蛋打 哇 这一下可不轻啊 我们看对方现在是跪到了地上 很痛苦 非常痛苦 我相信对于一个真正的男人来讲 宁可失掉双腿 也不愿意失去第三条腿 好 看这个万里 他一脸茫然 那很明显我们不是故意的啊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都是坚诚人 我们肯定是不小心的 几会儿张万里在下场的时候要小心 小心对方的老婆 上来恼我们啊 这是很关键的事情 但当然 我相信现在这个克里斯贝尼特呀 他也是双重煎熬 一方面是身心上的痛苦 而另一方面他在想 这以后的公粮啊 估计是交不上去了 好 嘴里边还在真正有词 我完蛋了 你的确是完蛋了 你不仅是完了 你是碎了 好 晚餐的休息 比赛细续 刚刚休息了四分多钟 多余的时间 我们直接切掉回到比赛 但是这一下爆当啊 让对方肯定是状态上有所影响 好 一拳 哇 这一下让对方很愤怒 小拼拳 结果防守漏洞太大了 中门大开 为张万黎一拳Q 哦 这一下完蛋了 不仅是被爆了当 还被爆了头 非常精彩 非常的解气 这就是善恶中有报 好 恭喜张万黎战胜的对手 同时也很感谢屏幕前 您的收看与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